游淑慧开心比赞 这是十二月底 蓝英议员和韩国瑜参序后的开心合影 当时正值蓝军公投全面溃败 士气低迷之际 集成不少劝敬韩国瑜复出的声音 是有这样讲啦 那他就笑一笑 他就说他现在做公益做得很开心 他就跟我笑一笑说 人在宫门好修行 叫我们要好好做明代 是谁没号召力得多多努力 赵绍康虽没点名 却被解读暗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毕竟四大公投挫败 重伤朱立伦 公投后的中二浮选 因为严家想和党保持距离 朱立伦仅仅两次赴台中站台 似乎使不上力 同样一月九号登场的林昌佐罢免案 蓝英始终没有表态 被解读朱立伦背负无法再输的压力 党内有一些评论会说 朱立伦是一个弱势的主席 从二零二零年以来 国民党主席这个位置 本来就是弱势的 朱立伦主席当选的过程 已经是一个这个相对弱势的主席 最近又因为这个四项公投的结果 内伤很深 韩国瑜在这个时候 在党内继续这个暖身 继续这个储备战力的话 韩国瑜动作频频 看来持续累积政治能量 而号召战斗兰的赵绍康 又掌握话语权 不时对党中央指指点点 再再都挑战朱立伦 对党内的领导微信